Brandon 無霸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無霸 開回晚市都接近一個星期 大家應該出去吃飯吃得好開心 今次就有一間放題店邀請毛巴過去試下他們的新菜單 有烤魚、雞煲、打邊爐、任食海鮮、串燒 還有生啤任飲、Dryers任食 一次過滿足好多的願望 事不宜遲立即一齊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毛巴繼續做影片的動力 首先就看看OpenRise 這間餐廳叫風哥廚房 上一次他們都邀請過我去他們的元朗分店 今次去的是天水圍的新北岡 不是開了很久 所以評分就不算很多 19比1 而去的方法如果坐地鐵就去到天水圍站 就在Boy出口出 一直走經過天聖商場就會到新北岡 不過這樣走都要10至15分鐘 另外有一個方法就是坐地鐵後坐輕鐵 去到樂湖輕鐵站 一下車就見到新北岡商場 入到商場會見到左邊有一間大快活的 上扶手電梯 望我們的右邊就會見到風哥廚房 在餐廳門口就會見到一個招牌寫著我剛才所說的 任食牛頸隻、黑毛豬、任飲生啤、任食鮑魚海鮮、任食雞布 就這樣看都很豐富 而他們的價錢表就是根據大家的入座時間 如果是平日下午過來吃的話 任食兩個半小時都是188元 晚試的話最便宜是248元 又或者想舒舒服服喝啤酒 沒有束縛跟朋友聊天 398元可以吃到6小時 不過正常來說兩個半小時都很足夠 餐廳的座位分了兩邊 我就比較喜歡坐在近廚房的圓形桌 因為方便點拿東西吃 而另一邊就是一般的火鍋卡位 雖然拿東西吃會遠一點 但至成一角乾乾淨淨的 坐得都舒服 選好座位之後 就一定要看看外面的海鮮檔 風哥廚房每一天都有8至10款海鮮 款式是時靈的 所以我今天吃的未必和大家來到的時候一模一樣 不過就這樣看都很豐富 有左右兩大盤 萬一有一兩款海鮮被夾了 都可以叫廚師在廚房補給 這裡的海鮮全部都是任甲的 真是很幸福 有一大堆聖子 還有青口、鮑魚、扇貝、帶子、生蠔 有我最喜歡吃的花螺 平時在街市買真的很貴 而蝦都有兩款 分別是大頭蝦和草蝦 這裡才誇張 有貴妃旁、很多高蟹和龍躉 廚師切好不同的部位 譬如如毛爺爺 就喜歡吃魚頭 我喜歡吃連皮的魚片 喜歡吃哪一個部位可以隨便選擇 除了海鮮檔外 還有正常的火鍋配料 中式的調味醬汁 我完全沒有碰過 吃雞煲不少得的響鈴和炸魚皮 除了兩款蔬菜之外 他們後面還有很多其他火鍋配料 好像有牛伯葉、鍋筍、魷魚、豬皮、還有軟類 飲品方面都有很多款不同的汽水 無糖的話就只有紙包的茶 而這裡的一大特色就是生啤 有很多酒吧才見到的啤酒 好像erdinger的黑啤和白啤 右手邊的一瓶是堅力的生啤 如果大家不喜歡喝這麼重口味的啤酒 就可以去店鋪的另一邊 就喝1664和Asahi的生啤 旁邊有啤酒杯 隨便倒來喝就可以了 也有兩個雪糕櫃 裡面要重點介紹 就是有Dryas杯裝雪糕和雪條 一回到位置就上了些串燒 這裡的串燒都是任食的 有豬、牛、雞 它是在我身後的廚房裡即刻燒 所以上桌的時候還是熱辣辣 點了他們辣辣的沙爹醬 好飽味 吃得串燒的指定動作 就肯定喝一杯冰凍的健力士 爽一爽 話口未完 很快就來了一個重慶酵魚 這個酵魚只會上一次 沒得添加 四個人都有兩條魚 份量都不算少 我們今次就叫了BB辣 重慶酵魚對於不吃得辣的人 都完全沒問題 條魚的表層炸過 但肉質仍然很滑 亦都很入味 不過最棒是裡面的配菜 我們直接要爭食裡面的玄西和金菇 吃完條魚之後 適應會再換另一個雞煲 大家記得 雞煲上桌的時候 雞肉是半生熟 所以千萬不要心急 讓它充滿熱 炒一炒才慢慢吃 雞肉亦都會比較滑和入味 不過因為在場有一個朋友 比起毛巴更加不能吃辣 所以如果叫小辣或者中辣 應該會更加惹味 煮到雞煲差不多 千萬不要浪費了它這麼濃郁的醬汁 在這個時間就可以出到外面的配料區 拿出響鈴和魚皮 這兩樣東西拿來送啤酒真是一流 我還極速喝完兩杯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加些豬皮和牛柏葉 去吸收一下醬汁的精華 在這一刻我真的不捨得換打邊爐的湯底 所以就用了這個雞煲的醬汁 去錄這裏任吃的牛頸隻 牛頸隻的油花真的很漂亮 雲石紋的紅色白色很分明 就這樣輕輕放進雞煲裡錄一錄 剛剛變色就要馬上吃了 完全是入口即溶的 油脂味很香 吃完牛肉之後就上蕃茄薯仔湯底 因為轉煲一會兒的海鮮會比較適合 剛才我看了它很久的龍頓 它的皮是超級煙韌的 肉質亦很紮實 很新鮮 平時去街市買都不便宜 貴妃龐都很大隻 我這個沙皇竟然吃不到有沙 草蝦煮熟了都沒有離殼 都很新鮮和鮮甜 鮑魚因為外面有很多隻 插在海鮮當中 我特意選了幾隻大的 連殼一起下去下去 完全沒有縮水 一大隻淡淡肉 很爽口 生蠔就是急凍的 跟我們平時在凍肉店買的差不多 煮完都沒有縮水 平時我經常覺得煩 所以不太喜歡吃蟹 但沒想到這隻蟹小隻很鮮甜 還有很多膏 也可能因為它小隻的關係 殼很薄 輕輕用口一咬已經吃到 不需要用其他工具 這頓飯真的吃了很多東西 雖然超級飽 都要多喝一杯生啤 士英哥哥建議我用小杯 這樣才夠冷、夠新鮮 感覺真的不同些 到最後的主菜 當然就是吃甜品 Dryer雪糕都有兩種味 這隻焙茶我都沒試過 想不到都很香濃的茶味 值得一試 而雪糕只有62卡路里 不算太重 多吃兩條也不怕 葡萄味就像菇果汁一樣 完全不像藥水 好吃 由於這次是餐廳邀請 雖然毛巴沒有付錢 但他們也打了一張單給我看 如果大家5點入座 吃到7點的話 每個人平均消費284元 有很多時候大家想去哪裏吃飯 真的會想到頭都爆 風哥廚房就可以一次過吃完 串燒、烤魚、雞煲、海鮮打火鍋 任喝生啤、任吃Dryer 真是一頓飯滿足多個願望 這次毛巴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要Like和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